欢迎您收听由飘剑为您播讲的垂钓诸天1116集 讨价还价 大蛤蟆身体开始散发光芒,柔和的金色光滑笼着全身,全身的裂缝开始修复,浑身的气息也是从弱到强 神圣的气息在大蛤蟆的周身蔓延,吞噬下去的气血以恐怖的速度被炼化 大蛤蟆看着两头妖兽苦笑不已,自己等人出来寻找黄都血脉的妖兽没有找到 反倒是自己在弥留之际却是见到了两头血脉可怕的妖兽 大蛤蟆身为玉兽堂的强者,可以说从入宗开始就一直与妖兽打交道 可是却从来没有见过血脉如此可怕的妖兽,远远超过了所谓的地族 怀着满心的遗憾,大蛤蟆身体猛然军裂,一道的裂缝密布全身 如同破碎的陶瓷,令人感觉到恐怖的是 裂缝之下的不是血肉,也没有血液流出,而是黑色,一片空洞 赫然是一身的血肉能量被一种马黄吞噬的一干二净 砰,一声轻响,大蛤蟆的身躯如同破碎成了粉末,直接随风消逝 而一旁的大青牛正守在大蛤蟆的旁边为其护法 呱 半天之后,一道震天的响声传遍天地可怕的气息冲上了云霄 不容易啊,终于恢复到天地井了 大蛤蟆叹息了一口气,想来自己跟着大青牛这二货呢 还能够活到现在,可真是不容易 尽管我俩的实力只有天地井,可一旦拼命 就算是碎星井,也有一战之力 如此一来,我俩也要好好地谋划一番 大青牛人力而起,嘴巴还嚼着一朵牡丹,含糊不清地说道 眼下此戒即将动荡,我俩的修为尽管还算不错 但是算起来,我俩却是最弱的一方 想要得到先天神魔的尸海,的确需要好好地谋划一番 大蛤蟆也没有狂妄子大,身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妖族,虫族,人族,任何一方的实力都比大蛤蟆与大青牛强 稍有不慎,别说先天神魔的尸海,就连自己也得被抽筋扒皮 别认为神兽初代子嗣就有多厉害,厉害只是相对而言 正常情况之下的大青牛与大蛤蟆也做不到修为未恢复时 以天地井搏杀碎星镜 等三族大战之时,就是我们的机会 不过我们实力很强 就算能够很好地隐藏踪迹 说不得也会引起碎星镜存在的心血来潮 因此,大青牛一脸思索,缓缓开口 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内奸,来掌握人独的动态 大蛤蟆斜着眼睛,而后拍了拍大腿 一脸兴奋地说着 嘿嘿嘿 嘿嘿嘿 大青女与大蛤蟆相视而笑 不怀好意地笑声响起 远在不知多少万里之外的北风此时打了一个寒战 一脸狐疑地向着四周张望 怎么回事 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谁想要算计我 北风疑惑地自语着,而后再没有理会 接着回过神来,正色地对着唐瑶说 唐主 三百万贡献点实在太少了 你也说了 这些妖兽只有在晋级的时候 或者服用海量天才地宝的情况之下 血脉才会晋升 我御守堂固然加大液打 可处处消耗也是不少啊 别的不说 正要按照一千万贡献点一头的价值 买下那一批妖兽之后 我御守堂都没有足够的资源 再去培养这一批妖兽 正一来,我御守堂买来做什么 他要那个气啊 派出整个御守堂弟子外出 寻找高等级血脉妖兽 每日消息回报 却是连王族妖兽 也只见过寥寥几次 更别提着皇族妖兽了 此时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要是自己贵为御守堂的堂主 可此时也得按照规矩来 只能够交易 而不能够强取豪夺 这是宗门的铁律 万古天宗太庞大了 更是汇聚了诸多人节 在资质相差不远的情况之下 明明宗门内交数的东西都差不多 可为什么到最后相差这么大呢 这就涉及到个人的际遇了 而其中哪怕是宗主也不能够窥视弟子的际遇 此时的堂妖已经是死心了 已经让所有弟子执视等回归了 王族不如狗 皇族妖兽满地走这种想象之中的画面 终归是没有出现 更让陶妖觉得头疼的是 一位帝君境的大知识陨落 可谓是损失惨重 不仅如此 由于是自己下达的命令 是以追究起来 也是免不了要受的一些责罚 堂主 这些妖兽你也验证过了 想来对其品质如何心中有数 一千万一头绝对物有所值 北风与唐妖讨价还价心中明白 对方是放弃了在此界寻找蛟龙的念头了 之前对方带走了几头蛟龙 想来通过这几头蛟龙 也已经尝到了甜头 最主要的原因则是自己太穷了 好不容易出现一个冤大头 此时不狠狠地宰上一刀 更待何时呢 北风也是无奈 谁让宗门的物价这么高 空建员恐怕价值都得达到了上亿贡献点 自己呢只能够转移压力一些了 话这样说是没错 可物以稀为贵 要是只有一头蛟龙 别说一千万贡献点 就是一亿贡献点 我也没有二话 可是你这不是一两头 而是数百头啊 唐妖此时也是黑着一张脸 真是见鬼了 这小子从哪里抓来这么多头蛟龙呢 一口架 七百万贡献点 北风也是松了松口气 他这也是怕逼得太急 让好不容易出现的冤大头被吓跑了 七百万贡献点太多了 三百五十万贡献点 唐妖自然不肯开口讨价还价 也罢 为了宗门的昌省 五百万贡献点一头 不能再少了 再少 我宁可杀了吃肉 北风起先大意凛然地说着 让唐妖扶了扶胡须 如此可叫也 但是听到后半句话 却是让唐妖脸色一僵 好选没把胡须给拽掉 还杀了吃肉 百家子啊 这样的妖兽可谓难得一见 居然想杀了吃肉 抱舔天物啊 可问题来了 这妖兽不是难得一见吗 鬼知道怎么会有这么多 唐妖心中默默地吐槽 这可是基本上 能够血脉蜕变为皇族巅峰的妖兽 整个玉兽堂中的皇族巅峰妖兽 也只不过是双掌之术 平日里宝贝的不行 说是难得一见并没有错 可此时唐妖却是有种批发市场的感觉 什么时候皇族妖兽 也是以百头为单位了 听众朋友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